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 要来介绍一些有关这个几何问题的计算 在使用到我们国中所教有关外角的知识之后 那其实 其实外角这样子的知识或多边形外角盒 有一些国小老师也是教的 所以搞不好这个国小有看过 公园里有一个六边形的花圃 小明从其边上P点绕行花辅到Q点 请问小明的身体在途中转动的度数总和是多少 那这样的问题我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只是记一个公式 不要只是记一个结果 那我们要能够让小朋友懂得说 我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人的脸是会朝着这个方向走 那他朝着这个方向走之后呢 他走到这里要转 接着要走这一条对不对 他是不是要这样转 所以他到底转了几度 他转了 这个 这个度数 这样 所以这个110的话这个是70 同样的他现在从这里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要转头的时候 转头 那他转的度数呢 本来是这样嘛 后来变成这个方向嘛 所以他转下来 那115的话他的补角就是65 接着走走走走走走到这里之后转过来这边 83他的补角是97 然后走走走走走到这里转过来 123的补角是57 然后走走走走走走走这里再转过来 120的补角是60 最后就会回到题目所说的Q点 这样可以吗 所以他转过了12345 5个补角把他全部加起来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其实他是一直在加外角 对不对 外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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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再加上这个的外角 如果再加上这个的外角 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他是360 所以说如果这题说他是绕回P点的话 如果他绕回P点的话 那总共转的就是360 但是他现在没有绕回P点嘛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算法是来把这个角度找出来 那以这一题来说 你直接加这5个外角 跟你去找这个角出来 难度是差不多的啦 那如果说题目有给这个角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外角 然后用360扣这个橘的 这样就可以解了 可以吗 那这一题因为他没有给嘛 那变成说你自己要算也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有点麻烦 这个 110 110 120 230 230的话 345 345 加83 加123 所以这边是1 近1 这里是10 551 那551的话 6角的内角和是180乘以4是720 所以720减掉551的话是49加120 169 所以这个角其实是169 那其实他的补角是31 21 11 可以吗 OK 那所以这个角是11度 那所以我们刚刚说整个合起来是360 360减11 最后如果你刚才有把外角全部加起来的话 加出来应该是349 就是这一题 大家看一看哈 这个有一头牛被酸在30公尺 长30公尺宽10公尺的牛棚 然后他身上的绳子长是60公尺 请问他可以吃到的草地的面积 10 30 他的绳子长是60公尺 那这种问题呢就是你要想像他会去转动 我画在这里 再画一个 想像这只牛呢 他这个60公尺的绳子会转动 所以他可以吃吃吃吃吃 在这里呢 他可以吃到这里60 如果说60是这样子的话 他最边边是可以吃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呢 整个范围都可以吃嘛 再怎么样 维持到距离这个点是60的话 你这样这个绳子拉最紧 最紧拉出来会是一个圆弧 而这个圆弧呢 到这里的时候 这样是四分之一圆 因为这里90度嘛 所以 现在蓝色这块 的面积会是多少呢 这块是60平方π乘四分之一 但是还没结束 因为牛的绳子比30更长 对不对 这样是30 牛的绳子有60 所以他吃完 他吃完蓝色部分之后呢 他还可以接着吃 红色的部分 就是 他现在这里卡住了 所以他前面这个30被 被 这里挡起来了 他只能够用这边 去吃 那能够吃的范围就是距离这个点 是30的部分 所以吃的时候也会是一个 圆弧 好 那这个圆弧呢 在这边又是四分之一圆 好 那这边是 30平方π乘四分之一 可以吗 那等到他吃吃吃吃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这里是10嘛 所以后来的这里剩下20 所以紫色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半径20的四分之一圆 这样 那他是20平方π乘四分之一 这个就是他 会吃到的全部的面积 好 那 所以合起来的话是3600 加900 加400 好 π乘四分之一 也就是49 4900π乘四分之一 那我就不除了 哪个人帮我除一下 可以吗 这个49乘25 好吧 算一下 100跟4约掉是25 49乘25的话是7乘5 35的平方 35的平方是342 所以是1225π 来 公尺 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可以吗 上一次的作业 先来看这个 算面积和角度的问题 正五边形 那我们前面已经教过 正五边形的话呢 这个内角核是108 直角内角核是10 所以这个角 角1 角1 角1等于108-40等于18 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问题吧 不是40 90 108-90是18 正方形的内角是90 那这一题的关键在于这一题 它是一个正五边形 所以12345 五边要一样嘛 里面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1234 四边要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边跟这边一样 这边跟这边一样 所以这两边一样 所以其实ABG 它是一个等腰的三角形 对不对 所以角AGC 角BGA 就会是180-18除2 也就是90-9 81度 大家好上队吗 下面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常见 那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 如果你稍微的把它画一下 辅助线 题目有跟你说这些都是半圆弧 那你会发现 你这里有一个半圆 两个三个四个 然后里面也是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 所以如果你把这四个半圆弧 塞进来的话 就着色部分 就会刚好填满这个长方形 它直径是2 所以这里两个是4 这个是2 所以它是 4乘8 4乘2是8 下面 那我们在解释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要跟学生说明是怎么推论中间这里 中间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你去减一个扇形 四分之一的扇形 再去做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 但是你把它倒过来 你把这两个叠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这里就会重叠 所以你叠在一起 刚刚好叠成一个正方形 中间这里重叠一份 代表这两个扇形是正方形 加上这个 所以它今天求这里 你就把两个扇形 减掉正方形就好 边长是4的话呢 扇形的面积是这个πr平方 所以是16π的四分之一 是4π 这里也是4π 那所以合起来有8π 8π减掉16 所以这就它的答案 这样没有单位 平方单位 我这个也是没有单位 要写平方单位 有的时候我忘了写就 饶过我 不过作为学生的要求 好 可以吗 那这个π的话是3.14啊 所以8乘3.14比16大 所以这里剪出来是真的没有错 我们可以稍稍的这样子变算一下 于是有两个问题 大家来想想 公园里有一个六边形的花圃 小明从π这一点开始绕 那他现在呢 他这里给这个91度 我把图画大一点 那他说小明从π点 沿着顺时针方向绕一圈到Q点 角度如下 那请问 在这个绕行到Q点的过程中 他的身体转动的度数是多少 下面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正三角形 小明拿一个半径是一公分的圆形硬币 紧靠着这个正三角形的边边 一直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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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马亭工房的部分 那这一集跟大家介绍一下通俗的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呢 这个日本主要是日本 他们会分成两个大类 一种叫本革派 那日本讲本革的这个意思是经典的意思 classic 那这个经典不是说很好很经典 不是 是说传统的意思 那一个就是非本革 本革派和非本革派 就是传统和非传统 那差在哪里呢 举这个知名代表人物 本革派的知名代表人物就是福尔摩斯 附带一题 台湾叫福尔摩斯对岸叫做 赫摩斯 因为他的英文其实是 Hommers Hommers Sherlock 然后其实英国人美国人他们其实叫比较喜欢叫他夏洛克 Sherlock 就是他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那因为 早期台湾翻译进来的书就都以福尔摩斯为标题 所以我们已经习惯叫他福尔摩斯 其实欧洲的国家他比较喜欢叫他夏洛克 本革派的标准人物就是福尔摩斯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福尔摩斯有一个不太好听的 的外号 那个读者给他的 叫做安乐椅侦探 因为在小说里面呢 就是福尔摩斯有一只长长的椅子 可以坐在那里摇摇摇摇的那种椅子 那这个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呢 就抽着他的这个血架 福大一提福尔摩斯这个 他这个人以现在角度来看有点争议 因为他具有大麻烟 他好像会抽大麻烟 他有大麻烟的原因 那 然后这个他的好朋友华生 就会跑来找他 他一看到华生就会 他那个小说里面很喜欢讲 他一看到华生就会说 他说你从哪里回来对不对 你刚才是不是去做什么 然后华生就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从你鞋子上的泥土痕迹 我就知道你一定走经过哪一些区域 然后你的外套有湿 但是你的内灵没有湿 代表你曾经在下小雨的时候 在外面走一段很长的时间 代表什么 他就从那个华生身上各个细节 就简单就这样 而且呢 他就说什么 他就会说什么 比如说有一个人进来 然后一看到他就可以知道说他膝盖有伤 所以他一定是怎样 所以他一定是 这个曾经 曾经战争过的 或者他曾经待过印度 因为这个 福尔摩斯的故事是英国 福尔摩斯是英国人 那英国在之前是 他们有殖民地 印度这个殖民地 所以福尔摩斯他们 他这个小说的年代 是他们还有殖民印度的年代 诸如此类的 那这就是我所谓安乐影侦探 就是他躺在那边 然后你 不是真的躺啦 就是说他没有很匆忙的 跑来跑去 而是有人会自动把线索送到面前 那包括他假如说自己去 去侦探 像比较常见 像我们现在讲柯南 那个小朋友比较常看的卡通 柯南 或者这个再多一个十几岁的话 就会知道晶田一 那这种都算是本格派的 就是今天发生一个杀人事件之后 然后那个 主角就到现场 然后就会开始问 你有没有什么不在场证明 你有什么不在场证明 几点几分的时候你在哪里 然后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你有没有杀他的动机 这样子 一个一个去问 然后开始抽丝剥茧 把所有资料都问到手之后 开始讨论 这个就是本格派的做法 相较之下 非本格派的做法 就是像那种美式警探 你们假如看美国的电影 他们那种美式的警探 就会冲去酒吧 然后我今天假如说 要一个女孩子她被强奸 那我就冲去酒吧 就抓一个人出来 然后拖到暗下 开始啪啪啪啪 说几点几分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哪个女的 说你有沒有看到她 然后那个 不要打 说 我没有看到她 但是我印象中好像 然后就一直扁 那这个就是那种美式警探 那个开不开扁是其次 重点就是说 他的剧情呢 不是像本格派这样子 这个某某某 几岁 这个几点几分有不在场证明 然后跟谁是什么关系 某某某 几岁 跟谁是什么关系 几点几分不在场证明 他不是像本格派这样子 就是 所有嫌疑犯 所有的资料 全部摊在这里 而是呢 他是一个 主角一个一个跑 一个一个问 问到这个线索再去跑下一个 然后再去问 然后事情又发生变化 然后又有人来暗杀主角 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 那差别就差别在说 本格派的这个小说呢 他们比较把自己想象成是在跟主角 作者在跟读者斗志 有一些这个本格经典 经典路线走到有 你可以说是非常经典 你可以说走火入魔的人 我举两个很有名的例子 一个叫范达因 金石券杀人事件 他的能做 那 他们 他们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这个小说 比如说三百页 对不对 谢谢谢谢 写到第250页的时候 他就会 控 控那么个几页下来 他就会说 以上就是主角 所问到的所有的讯息 开始条列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他帮你整理好 就是你不用一直想说 我是不是会错过什么 我是不是没有注意到什么 没有 他就帮你全部都整理好 整理好之后呢 当然里面有几条是没有用的 但是有用的讯息都会在里面 他帮你整理完之后呢 你能够知道犯人是谁吗 所以我说他是一种 作者跟读者的斗志 就是说今天我把 我把题目出好了 我解得开 你解得开吗 那于是读者会享受这种斗志的过程 那像范达因这样子 他甚至会帮你整理好 就是你不用担心是不是会漏掉什么讯息 他就是非常经典 像那个早期的柯南 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就是柯南假如问到了某一句话 看到的时候就 有没有一个闪光这样亮过去 他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说 重点在这里哦 不要说我突然带过去里面看到哦 那所以就具有一种斗志的意味 那非本格派的话 他就没有这么有斗志的这种成分 他比较重视的是这个剧情 戏剧性 那因为可想而知 你看有人说这个福尔摩斯叫安乐以侦探 也就是说你看这种小说 如果你不饮就于在这个斗志里面的话 你会觉得有点无聊 就是 那不刺激 所以非本格派的话呢 他就是他会比较刺激 他的主角可以一直去一直去找 然后一直去找线索 然后跟 比如说被暗杀 比如说 他拍成电影通常会比较好看哦 就是比如说他可以有飞车追逐啊 然后 主角还会爱上被害人 什么的 不是被害人 主角爱上那个 政人啊 之类的 他就可以有很多的戏剧成分在里面 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 侦探小说 那 刚才讲的这一题 这个 三角形用一个硬币滚过一圈 他这样这个面积怎么算呢 好 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在解释的时候 要跟 要让学生掌握到 这个部分 会有一个长方形 这是重点 这里也会有一个长方形 他是不是一直在 一直平平的滚过去嘛 所以他滚过的面积里面 我们要切出三段长方形出来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三段长方形的面积呢 好 这个 诶 题目漏讲了 不过应该要讲 这个正方形的半 假如说这个正三角形的边场是6 假如他是6 那 圆形硬币的半径是1嘛 所以直径是2 所以 6乘以2是12 这块是12 那我有3块 因为这是正三角形 所以刚刚你们好像没有得算 呵呵呵 还是 所以这里有3块 长方形 那这三块都是12 剩下来是关键 就是说我刚才讲 这里一定要强调 他这里会有3块的长方形 为什么呢 因为剩下来的这个角度 你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扇形 这里也会是一个扇形 这里也会是一个扇形 所以我是把剩下来的红色的扇形给 算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扇形是几度呢 学生很有可能会误以为说 我画一个在上 在这里 在这边 学生可能会误以为说 比如说这样 他们可能以为这个角度是这样子 然后对顶角 这里60 这里就60 那这是不对的 画大一点 如果画的太随便 画的太丑 那你可能会误以为这里是对顶角 这个这个角60 这个角就60 那这样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是 其实它的这个扇形呢 是你这边做一个长方形 这边做一个长方形 所以这两个是直角 那360-60-90-90 这个是120 这样 或者说你可以说 360减掉 两个90是180 所以其实这个角 会是这个角的补角 可以吗 120会是60的补角 并不是它是60 它是60 是它60 它120 所以这三个 120 120 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圆 这个圆的半径 它是一个扇形 对不对 这里120 那它的半径就是这个2 所以它整个圆的话是4拍 所以答案就是36加4拍 这是这一题 然后我们看上面这一题 它一样它求这个 从P绕到Q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明过了 我们刚才已经说明过 这样一来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外角和扣掉它的外角 那它这一题刚好给了这个角 91的话它的外角是89 所以外角和360 减89 所以减出来的话 260加11 271 可以吗 好 那这是这次的作业 一样是这个花圃的问题 但是有一点点的变化 下面这个 贴在某一个四边形滚动一圈 这个10 7 8 四边的边长是10和7还有5跟8 然后拿硬币滚动一圈 半径是1公分 请问滚经过的面积 透过这一题 再想一想这样子的问题 我再提醒 要把长方形做出来 去想 另外呢 一个正方形里面有一个正三角形 求角A1B 求这个角 下面这一题 我有一个半圆形 半圆形在直径上面随便挑1.1 连到C跟D是这个半圆弧的三等分点 那ECD画出来的这一块斜线面积 要注意它不是扇形 那这样子这块斜线面积呢 它的面积会是多少 约上这里